是另外一组的半决赛啊 两位选手都是去年2017年《诸神之战》的进入到8强了 尼古拉呢也是过去这两位选手给我的印象都是KO率不是特别高 全部不是特别重 杀伤力不强 尤其是 对 所以就像刚才张老师之前说这两个选手的重击能力并不是那么大 也不能呆板了 节奏快一些 对 以前啊 谁也没占太多的便宜 这个可能练得不是很好 这个应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找一些中国章组员请教请教 戏上的一些小漏洞 约翰达莱它就是固定的这一两个组合 没有太多过多的变化 对 哦 漂亮 这个意识很好 嗯 可是应该再有啊 对 我先扛住你 但是我反击 而且渊恩达莱啊非常在泰国训练他这个锤法 你看出腿的这个意识跟泰国很像 好 继续继续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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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究竟结果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裁判的结果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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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 你看这点拳也都能出去 也能打到 但是没什么用 9比109-10 and your winner by 比赛节目 HOME FUNCTION THE RED CONNER POLO FILE QUALITICATION GROUP 2 HOME FINE HOME FINE 诸神之战第二个小组的决赛 这俩谁赢了 谁能得到诸神之战的一张 这种接单腿 尤其是这种扫腿 一次发力是允许的 是 节奏现在 欢迎高扫 第二局 而且渊安达莱在半决赛的时候是多打一局 因为他这时候其实已经知道背后就是围城 对 漂亮 这几个在被孤镜的同时 这个后手反击 对 对 这个很漂亮 打完直到往侧面一转 这渊安达莱啊 这个就瞄准了 今天就不准准了 对 而且渊安达莱的美股啊 这个伤势不知道在接下来有的 能不能过多的影响上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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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比赛结束 好 29-28 and the winner by 比赛结果 后方上 The Red Cutter Cunda White Cunda White by bwd6